古铺12月9日训北京时间12月9日凌晨1点55分 不关联赛小组赛S组 圣彼得保泽尼克主场迎战多特蒙德 上半场比赛的刘西接到苏托尔明的倒三角船中后右脚推式破门 罗伊斯大禁区线附近都涉及中立柱 下半场比赛多特蒙德开出前场右侧脚球 后点的罗伊斯将球横传 敌神切克混乱中将球打进 维特塞尔接到左路队友横传后 大禁区线附近左脚低射破门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多特蒙德克场二道一战胜圣彼得保泽尼特 以小组投名出现 比赛第七分钟 顾兹耶夫接到队友中场的直赛 大禁区左侧抽射打门 敌球被西茨扑出 第十六分钟 苏托尔明禁区内倒三脚船中 德流西跟进右脚打门 敌球集中防守球员的腿后折射入网 一到零 德尼特先拔头筹 第三十三分钟 巴斯蒙接到队友直赛后禁区内单刀推射破门 由于运位在先 禁球无效 第四十三分钟 多特蒙德前场左侧船中 禁区内的贝林厄姆投球功能高出横梁 第四十五分钟 罗伊斯大禁区线附近拨球右脚都射 敌球集中横梁后弹出 半场战霸 圣彼得保泽尼克战时一到零领先多特蒙德 一边再站 第五十七分钟 贝林厄姆禁区内转中 小禁区线附近的小阿扎尔头球功能被门将没收 第六十八分钟 多特蒙德开出前场右侧脚球 后点的罗伊斯将球横传 敌神切克混乱中将球打进 一到一 多特蒙德扳平比分 第七十九分钟 维特赛尔接到左路队友横传后 大禁区线附近左脚低射破门 一到二 多特蒙德反超比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多特蒙德克场二到一战胜圣彼得保泽尼特 球员平分 远射破门的维特赛尔获得全场最高平分 泽尼特方面则是德流希和苏托尔明 获得队内最高平分 驻场阵容 圣彼得保泽尼特 四年三月三日 蒂克尔达科夫 十九苏托尔明 八十七普罗星 四十四拉西茨基 六十七洛夫轮 三到格拉斯桑托斯 十四库兹耶夫 六十一温德尔 五巴里奥斯 二十七奥兹多耶夫 七十九卡拉瓦耶夫 八马尔哥姆 七十九克鲁格沃伊 七阿兹蒙 十一德流希 六十九八 阿多特蒙德 三四二一 三十五西茨 十五胡梅尔斯 七十二桑桥 二十三瞻 二十六皮神切克 七十二扎加度 十四舒尔茨 二十二贝林厄姆 二十八维特塞尔 三十帕斯拉克 五十八木科科 十小阿扎尔 八十三克脑夫 十九布兰特 十六震雷纳 十一罗伊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